诗篇75篇可以说是一篇赞美诗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诗人以赞美开始了这个诗篇 上帝啊我们要称谢你 我们要称谢你 称呼神 然后同时呢 出现了一个西伯来诗的常见的一个修辞方法 就是重复哈 比较是强调的意思 我们要称谢你 我们要称谢你 当然这里的我们是指以色列人哈 以色列会众群体来表达对神的称谢哈 那为什么称谢呢 一节下半节说 因为你的名相近 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你的名相近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当提到神的名相近的时候 这里面我们看到 你的名相近 因为你的名 有的人解释是我们亲近神的名哈 这里面我们作为神的 神的作为神亲近我们这个角度哈 那我们看到神的名就代表神哈 旧约里面一般 圣经里面谈到神的名字的时候 都代表神的本体 神的属性 神自己哈 我们要尊他的名就是等于尊重神自己 那神的名相近 神的名不是高高在天上 神的名我们特别看到在旧约当中 上帝向我们 向我们的先祖 启示他自己的时候 他常常借着显现 灵格 特别是后来造会幕 他立他的名字在会幕当中 他亲自屈尊降碑 灵格在会幕当中 然后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周周围的那个按自己的道扎营的时候 神的会幕在中间哈 他们是以上帝的居所 以上帝的会幕 以上帝在地上立名的那个帐篷 为中心的去生活 他们所有的会幕 帐篷门口都向着那个会幕哈 所以在这里面后来是圣殿 那么神的殿就成为立神名的地方 所以亚 所以这个所洛门建立圣殿之后 宪殿祷告的时候 无论你的百姓被掳 背叛你被掳到何处 向着这个殿祷告的时候 求你因你的名 听他们在那里的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名字是上帝的名相近 是上帝愿意就近我们 上帝愿意亲近我们 上帝主动造了我们 上帝在我们堕落之后 主动寻找我们 主动为我们设立救恩 主动降碑屈膝 向我们降碑写明自己 歧视我们来寻找我们 这是上帝一个字 他又是自己能神 他又是向我们寻找我们的 亲近我们的神 所以因为你这样亲近我们 然后后面说 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这里面说都诉说你的作为 其实原文里面没有人这个词 有的翻译是我们 像英文ESV版本的翻译是我们 我们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和前面我们称谢你达成了一致 那这里面说到诉说传扬 也是表示一种赞美送赞的意思 我们要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是表示对神的感恩和送赞 那这里面奇妙的作为 什么是奇妙的作为呢 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历史当中 经历了很多奇妙的神的作为 拯救的作为出埃及记 出埃及事件 过红海 在旷野里面 在西南山林 亲自目睹神的荣耀的显现 然后在旷野当中 上帝如何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 然后为他们驱赶列祖 然后为他们征战等等 诸多奇事他们都经历了 所以我们要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这些事情也表明了 上帝是救进我们 上帝是亲近我们的神 这是诗人们 这是以色列百姓们 对神的表达的那个感谢 感恩 当他们感谢的时候 他们所说 这个感谢的基础是 回顾上帝过往 施给他们的恩典 因为你的名与我们相近 我们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 不是期待你奇妙的作为 而是诉说你过去完 做过的作为 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事 所以当他们思想这些事 他们就由心发出对神的感恩 所以我们要常常数算主恩 常常纪念主的恩典 不可忘记他给我们的恩惠 我的灵啊 你不可忘记他给我的诸多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平时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好像上帝为什么不爱我 不是上帝不爱我们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甚至我们今天如果仔细留意 连我们小的时候 不信主之前的那一段 人生经历里面 仔细以信心的眼睛去看 以信心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在我们不信的时候 在我们真的像圣经所说的 使我出谋府的是你 从我出谋府 你一直扶持我 坚立我 引导我 这句话是不错的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觉知 没有公开的告白 没有信心去信靠上帝 信靠耶稣 甚至我们也不认识上帝 但是那个时候上帝也都暗中保护 引导带领我们直到今日 所以当我们回顾思想的时候 以信心的眼睛去数算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般属肉体的人 一般我们以为自然的事情 正常的事情 偶然的事情 里面都伴随着上帝奇妙的护理和作为 有些事情是轰轰烈烈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 有些是看似平常 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眼睛 训练我们的心智 要敏锐于对上帝的工作 不要像那些不信上帝的人 没有上帝的人 因为他们的灵没有被重生 因为他们的思想也没被重生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的眼睛 因为他们也不懂得圣经的教导 所以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都被他们错误的世界观 被他们错误的思想所蒙蔽 以至于他们说没有神 不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当苏联的航空宇宙飞船的 航空这些航空员们 他们从这个宇宙飞船上下来的时候 然后他们看见这一切星辰的时候 他们说No God 没有神 当然他们说的是俄语 那美国人呢 去登上月球 下来的时候 他们说用诗篇称颂时 我观看你所诸天素说你的荣耀 穷仓传扬你的手段 对不对 同样的人类 同样到了一样的处境 有信心的人 他们晓得如何正会正确的使用他们的灵魂的功能 使用他们的感官去发现神的作为 但是同样的人 同样的登上那样的场景的人 因为他们灵是死的 他们没有重生 他们也不晓得圣经 因此他们的眼睛是瞎的 他们看不见上之作为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要常常称颂神 但称颂神的甜题是 我们要留意 经常做一种敬虔的训练 就是数算上帝 回顾过去上帝给我们的恩惠 祷告的应答 患难当中的眷顾 暗中的保守 疾病当中的医治等等 穷发当中的看顾等等 诸多的恩典都可以承受 甚至为我们自己的身体 有的人不满意自己的身体 仔细数算的时候 我们五官端正 这个四肢都健全 这个各个功能还正常 这个本身也值得感恩的 那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回顾过去上帝 在他们民族当中 在历史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称谢神 然后二节往后呢 出现了这个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二节到三节 有的学者 这个关于这个四节到八节 是不是神的话 虽然有一些争议 有些部分是神的话 有些部分不是 二节到三节这里面说 我到了我所定的日期 必按正值实行审判 很明显这是上帝的话 地和七上的居民都消化了 我曾立了地的柱子 希拉修纸符 停顿思想 那在这里面 我到了所定的日期 讲到上帝 他已经定了日期 上帝一定会按照 他所定立的日期 这个就是指末日的审判 最终上帝设定一个时期 在那个日子 万族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山羊绵羊的比喻 我们也可以看到 信的不信的 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上帝要按照 我们所行的实行审判 必按正值 按公义实行审判 上帝以公义立国 公平立国 上帝为了维护 他所创造的秩序 这里面后面说 我曾立了地的柱子 就是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 赋予一切秩序 创造的秩序 地和地上的屈民 都要消化了 这审判之后的 那个结局 上帝要用这个硫磺火 将那些撒旦 和所有他的追随者们 一同抛到硫磺火湖里面 永远的这个受刑房 上帝定了这个公义审判 最终这个历史得以结局 最终人世间的 所有的适从 最终一个总整理 就是在那个日子 要接受上帝的审判 我对狂傲的人说 不要行狂傲 行事狂傲 对凶恶的人说 不要举脚 那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 不要挺着景象说话 这里面说到 对他们的警戒 一个是狂傲的人 一个是恶人 狂傲的人行事狂傲 骄傲的人 恶人那是就是残暴的人 不要举脚 脚是象征着力量 可能他们倾向于暴力 这方面 不要举起脚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 一方面是骄傲 另一方面是攻击 行恶的意思 不要挺着景象说话 就是傲慢 骄傲 所以上帝警戒他们 警戒他们 然后六节到七节说到 因为为什么不要这样高举 不要骄傲 不要占赖自己的能力 高举并非从东 非从西 非从南而来 有的人认为这是方位的问题 有的学者说 这个不是方位的问题 远处的意思 那如果按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来 东部 上北 下南 左西 右东 西侧是大海 西边有菲利市 也有大海 那东边呢 是约旦河东那边 也是什么沙漠 等等 南部当然也是沙漠 旷野沙漠 等等 所以这应该是一种比喻的 这个帮助并非从东 从西 从南而来 那你要远的话 隐身一下 可能远处有什么巴比伦 远处有埃及 远处有什么 这个其他的势力 总之呢 这里面重要的是 不在于别的 重点是 七 七节 唯有上帝断定 他使人降卑 使人高升 无论你是依靠 其他外邦的势力也好 怎么样 高举不是来自人 高举是来自神 唯有耶尔华断定 前面说到了 二节下半节说 他要审判 这也是一种判断 然后这里面又说到了 七节说 唯有上帝来判断 根据上帝的判断 他最终决定 使人升高 或者是降卑 使这个人降卑 使那个人升高 都取决神 这个不只是 讲到今世的问题 终极的 和前面讲到的 末世的审判 人最终的命运 是下去 还是上去 是被遭到审判 被神否定 然后在地狱里面 永远受刑罚呢 还是被神高举 得尊荣 得称赞 最终有神的判断 世上有两种人 前面一种敬畏神的 以色列百姓 后面一种是行恶 骄傲的恶人 然后八戒说到 耶和华手里有杯 其中酒起末 杯内满了掺杂的酒 他倒出来 地上的恶人 必喝着酒的渣子 而喝 而且喝尽 这个杯呢 象征着审判 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 我要将杯递给他们 就审判他们 起书论里更明显 说到这个杯的问题 碗啊 杯啊 等等 审判的意思 愤怒的酒 要喝耶和华愤怒的酒 那酒里面掺杂的东西 有的时候掺杂香料 为了使这个味道更加浓烈 更加浓烈 就是总之让他们 上帝诗语给他们 那个咒诅 那个审判 使他们感受到更大的痛苦 耶和华手里有这个杯 预备好了准备审判 恶人必要喝尽 然后就是恶人最终要遭神的 愤怒和咒诅和审判 第九节 但一个转折 我要 诗人个人 我要传扬直到永远 那些恶人 高举字的脚 行恶 傲慢 行事狂傲 遭神的审判 但是我自己呢 现在是还没有面临审判 我自己呢 因此想到这些 我就受激励 我要颂养 要传扬直到万代 我要歌颂雅各的神 以色列的神 敬畏的那位神 那位向亚巴兰立约的神 向雅各延续 延续他的约的神 那位实行拯救的神 然后十节是神的话 恶人一切的脚 我要砍断 唯有一人脚臂被高举 这是和前面六节到七节的内容 是对应的 唯有上帝 耶和华 查看 判断 决定 他使这人降悲 使那人升高 恶人的脚 必要砍断 恶人因着他的恶 遭神的咒诅和愤怒 他的能力也必被废去 他的尊荣也必被夺去 他要受审判 唯有一人 那些敬畏神的人 那些亲近耶和华神的人 那些敬拜神的人 那些在地上竭力遵行 耶和华律法的人 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人 他们的脚必被高举 得尊荣 被高举的意思 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诗人对神发出这样的赞美 每当他回顾上帝对他过去的恩惠的时候 那些奇妙的座位的时候 他由衷的发出感恩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信息里面 又掺杂着类似于神欲那样的 上帝直接讲话呢 宣布信息的神的审判 审判的结果是恶人 骄傲的人 他们一定会降悲 一定他们的脚被砍断 然后他们一定被遭受咒诅 喝尽这个掺了杂志的酒 表明神的愤怒和审判和咒诅 反而一人却被高举 一人却蒙坚固 然后三节那里面说到 上帝定了审判的日子 按照政治实行审判 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持他创造的秩序 原初上帝创造的一切 一切都是有秩序的 包括创世纪一章里面 二章里面 一章里面我们看到 这是物质世界的秩序 然后二章里面焦点放在人 这个是道德性的秩序了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人与神之间的问题 园中树上果子不可吃的问题 前面是什么 先有空气 空气中又产生飞鸟 后有水 水中又水足 地陆地上又长出植物 爬仙动物和各样昆虫 人类 上帝先造了空间 再往里面充满各样的活物 一切都是有秩序 天上有天上的星体 管昼管夜的光星体 然后人也与上帝之间有一定的秩序 人要听从神的命令 才能够活着 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人活着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秩序混乱了 一事审判临到了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一定要按公义审判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这些个世人 他们活在今世的世人有什么益处呢 一方面他们回顾过去 上帝给他们的恩典 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到将来最终的结局 因此他们在地上 一方面除了感恩以外 就是敬畏神 宣扬神的作为 为什么 他们想到最终那个审判 上帝最终要判断 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 要感恩上帝 要侍奉上帝 要传扬上帝 要敬畏上帝 然后同时呢 想到那些恶人对自己的欺压残暴的时候 他们也得到了安慰和盼望 因为神最终给他们申冤 恶人的恶一定会遭到审判 所以他们心中就不至于沮丧灰心 想到有上帝来看顾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从某种程度 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 成了真以色列人 延续了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计划 新约的教会 那么在这个地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不平 遇到很多的不安 遇到很多的欺压 不公平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甚至说 神啊你在哪里 为什么我遭这些事情不帮助 你不看见吗 你不来眷顾我吗 你不来实行审判吗 不搭救我吗 我们被人欺负 我们受人的冤屈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甚至混在这个百姓当中 那些不敬钱的人 他们可能会欺压我们 虽然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现实地上的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情况 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令人痛苦伤心的事情 那特别是那些不敬钱的人 在教会外面的人等等 来自世上的逼迫 邪恶政权的逼迫 邪恶个人的逼迫 不敬钱人的亵渎等等 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 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 不要心怀怒气 要知道上帝仍在按着他的政治和公义掌管一切 最终上帝会判断 上帝会实行公义 公义的审判 所以神的百姓在地上有盼望 神的百姓在地上有把握 神的百姓在地上有安慰 那延伸一点 不只是对恶人的审判 包括其他经文里面 与这个类似的 对义人也有审判 对义人的审判什么 你在地上为义所受的冤屈 上帝要亲自擦干你的眼泪 亲自要安慰你 称赞你 那这个与审判恶人的审判 和对义人的判断的判断赏赐和祝福 那这是我们的安慰 所以安慰有双重的 第一恶人的恶 最终会照着他们所行的 按照公义的审判 第二为义受的苦 因着信仰所受的苦 最终上帝会安慰 所以我们就有盼望 对不对 有力量可以忍耐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要成为一个时常感恩的人 我们要常常时常思想主的恩典 向后回顾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向前展望上帝最终在历史终结的那个判断 对恶人的判断 对神儿女的判断 所以这个盼望思想的时候 一方面回顾的时候让我们感恩 前瞻的时候让我们更加有忍耐和力量 所以我们要竭力地去宣扬神 宣扬神的作为 去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承受这个恩典 同时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也能够得以坚忍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同心合夜祷告 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 来思想神 是不是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 以至于心里面枯竭 然后信仰上也泄气了 要思想神 我们的心要操练我们 因为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器皿 时常装满别的东西 我们的心要清洁 时常思想上帝 特别是思想过去 数算回顾过去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特别的这样的恩典 诸多的恩典 最大的恩典 就是耶稣基督的实价 他为我们死这件事情 然后同时也思想到将来末世的结局 最终神对所有人类的审判 恶人狂傲的人都要造成审判 最终他们喝神愤怒的杯等等 因此带来安慰 我们暂时因着恶人所受的苦 最终上帝会给一个公义的交代 另一方面 我们为这义而忍受的 所受的冤屈 上帝亲自会为我们生冤 会擦去我们的眼泪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你身心疲惫吗 你要想到 这位上帝仍然在掌管 仍然在看顾 仍然没有打盹 没有睡觉 所以盼望我们从他那里 得到力量 得到安慰 我们这个时间来到他的面前 寻求他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